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節目未開始之前 先多謝Bonnie幫你手遇翻譯 大家都接近週末又放假 無論是中秋節日日 或者是中秋節日日之日 大家都繼續關心現在香港發生的事 在未開幕之前的同場moo都說過 今個禮拜有甚麼可以說 我想大家都會留意到 最近我們的很偉大的特首梁振英 一上任就很多風風雨雨 繞著他而出發 無論說到國民教育 東北發展 甚至我們會說到之前水貨客 然後有新進非戶籍居民來香港自由行等等 最近他有一句很爆的說話 就叫做我怕老婆多過怕政府 令到很多女性朋友都覺得很不喜歡 就是說你為何要抓女人 跟政府有個關係在道等等 但我想這件事都不是最糟糕 最糟糕的事其實就是 你會留意到東北南北發展 所以這部份可以交回徐茂者 詳細 Super 詳細說一下內容去蜜賊會怎樣 這個特首當然是很奇怪的 他說了一定要做的事其實是不用做的, 說了我不會做的事其實是一定要做的, 例如23條,他就好像他以前說 他會否競選特首一樣, 我一屆都不競選,23條他就當是無意無盜, 要不需要做呢,他就說我們再諮詢, 但這個國民教育實際上真的沒有一個所謂憲制的責任, 即是說不是好像基本法23條那樣就寫了在這裏, 即是交代了未來的政府為23條立法, 要寫完原則在這裏,有甚麼罪,有甚麼內容, 他又不說,但國民教育就說我們不做不行, 他最擅長是混淆視聽偷換概念, 現在的問題又是新界東, 他又說前朝做落了,難道我不做不行, 他就去改新界東發展的,即是跟深圳融合, 他又出口術講很多次了, 現在東還未完,反而他在另一邊也有搞, 又搞九龍東,他不知是否對東特別有… 他不是一路向西,他寫著梁振英一路向東, 這個東九龍或九龍東, 即是無論如何叫都好,應該叫東九龍, 是經過很多資訊, 亦都是由民建聯和工聯會在當他們的政績工程這樣說的, 說了很久的,又說甚麼,又說甚麼, 又說起這件事,又說就業機會, 又說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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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美分身扎下去支持他, 現在梁振英又說推倒重來,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狡猾的政客, 他就說,如果我們在新界東發展, 我現在講講一下, 他現在講講一下就變了調, 就是說我們做些土地儲備, 否則解決不了香港人的居住問題, 他又在另外一個東面九龍東, 又引起火頭又說, 我們都不夠地建公屋, 不夠地建房屋, 不夠地建房屋, 不夠地建公屋, 不如我們就把那些催倒重來, 建多一些房屋, 但是建屋建成怎樣就不知道, 到底是低密度, 建花園洋房為主, 還是建居屋為主, 又不知道, 公屋為主也不知道, 又不知道是不是港人港地那些呢? 完全都, 港人港地就在九龍東, 首先開花, 亦都留了一塊很小的地, 建居屋, 現在他就想再斬四兩, 你看這個特首就非常狡猾, 你說這個, 他就說另一個, 即是你都不, 即是你經常都要跟我討論問題, 你明白嗎? 即是等於這個, 國民教育金, 在撤回與不撤回中間, 有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討論, 即是不撤回, 撤回與不撤回中間, 即是兩邊都不會做的了, 他們的議員藝術就很狡猾,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呢? 你說要解決香港人的主要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整個都市的規劃, 現在那個規劃放風出來, 就是少一間醫院, 即是三間醫院, 一間老科醫院就說不做了, 問題就是在哪裏做呢? 那個體育中心就說在陰澳那裏做, 陰澳在哪裏? 嘩, 即是來自地樂園, 即是叫那些人去看這個體育運動, 或者玩體育運動的事, 順便去第四地樂園, 即是商機無限, 這個民建聯合工聯會一吹到天下無敵的, 即是覺得他們是這個形象工程之一的, 正職就是他們策劃了, 他們給意見給梁振英, 不是給政府, 就做九龍東, 現在被人兜口兜面掛斷, 有無, 即是好像說人無恥則天下無敵, 人下流則與無倫次, 你到底怎樣搞呢? 他們到底是與無倫次天下無敵呢? 可能就是天下無敵到與無倫次, 即是有人就說, 我賤點,不是你賤點, 我說我說話還賤, 可能就是這樣, 其實搞入聯碼頭, 就是民建聯的政績工程, 即是營造工程, 到底當日為何民建聯 又不會想想房屋問題, 到底是否民建聯比梁振英還賤, 即是梁振英的腦裏面都有, 都有說現在要多建屋, 不知真心還是假意, 另一個問題就是, 當日這個民建聯和工聯會, 就說要建體育城, 現在可能要陰傲, 怎樣搞呢? 還有看起體育城背後, 究竟是推動香港的體育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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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定有鄭家純粉, 就要你有西狗, 我有東狗, 總之鬥狗, 即是他是為地產商, 或者為商業的霸權, 在九龍東找到地方, 因為民建聯和工人會都可惡, 厲害了, 但現在梁振英說不好, 怎樣搞呢? 失敗爭取, 怎麽算呢? 怎麽跟街坊交代呢? 還是博家坊不記得呢? 他又跟梁振英, 清興道弟, 在訓室內撐他, 現在撐完之後, 人家一腳撐他, 這又怎麽搞呢? 沒辦法了, 現實政治是這樣的, 每兩格都可以飛開你, 難道抱著過世嗎? 其實梁振英的政官是有體育城的, 是嗎? 是嗎? 推動體育發展 現在自刮三巴, 再刮山打牛, 自刮三巴即是刮民建聯六巴, 民建聯和工人會贊成它那個, 其實那個競選綱領裏便是體育城, 不過當然現在你說去陰澳也可以, 是嗎? 另外又說, 填海在西邊那個田好些, 採納了馮劍基的建議, 馮劍基真是厲害, 他就沒有說採納了, 馮劍基就在西邊填海, 因為馮劍基真是厲害, 為什麽要填海呢? 還有什麽地方去填海呢? 不是啊, 為什麽想到填海這麽厲害呢? 基本上我們已經盡量避免用填海, 作為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 第一件事, 還有是不是真的不夠用地, 所以我想, 就是, 究竟你, 很多時候政黨想一些所謂, 重建經濟, 做實事的時候, 有沒有很實際想想, 對於實際那個環境影響的評估, 實際填海地的效用在哪裏, 各方面, 就是, 基本上, 如果聽填波那麽說, 不同的政團, 特別是一些很講民生的政權, 就是對於, 究竟解決所謂民生那件事, 那件事, 其實現在你, 我住九龍灣, 九龍灣那裏, 就, 機場, 一搬了之後, 就報廢了很多東西, 因為他以前那裏, 很多就是那裏做貨運, 那樣的, 那現在就沒有了, 那裏, 建了那麽多個樓, 這裏怎用呢, 現在九龍灣的規劃, 建了很多摩天大廈, 好像以前點票中心那裏, 叫做, 九箭也是, Mega Tower, 全部都是購物的, 是呀, 這個又是不是, 我是政府, 傻了之後, 在一個工業的廢墟裏面, 找幾個地出來, 建一些摩天大廈, 你看回整個物落就是, 政府最好就是, 整個香港只有兩類東西, 就是豪宅, 還有購物店, 加上商業大廈, 那基本上就是, 香港整個經濟, 整個發展這個面貌, 那等於, 很多時候政府就說, 現在要弄貧窮線, 那很多人一聽就說, 咦,是不是政府重視貧窮問題, 但是, 喂, 我說貧窮線而已, 不代表我要做事, 所以我想, 要想著, 希望幫梁振英, 加貨幣的朋友, 不要這麼快開心, 還有一個問題, 就講一講, 就講另一個問題, 最低工資的問題, 現在最低工資, 很多人都說成功爭取了, 大家爭著認, 當年我就說, 應該不是28元, 是33元, 我就自己提了一個, 議案就被人否決了, 大家就說, 如果, 包括公民座, 就說, 如果你不要, 以後都沒有了, 資方就會不給了, 終於成交了28元, 亦都因為這樣, 都同意了, 政府那個所謂, 四方委員會, 定定這個最低工資的委員會, 是四方的, 官商學勞, 現在終於這個四方委員會, 終於大家談了, 由28元, 加到30元, 這麼大把, 兩年, 現在, 我也不知道大家, 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這個, 如果用上次的邏輯, 又要要, 因為, 我們那個, 拿上來, 就是一個, 事後審議的法律, 就是, 就是, 政府應該來, 我們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就沒得監, 沒得減, 沒得減的, 是這樣的, 即是吃就死, 不吃就死, 就是雞辣, 經常給雞辣, 你現在就夾住在這裏, 到底, 由28元加到30元, 要不要呢? 現在, 由政府委任的四方委員會, 就說了, 我們握了手了, 握了爬了, 如果誰出來搞亂局, 他要負責, 那你說真是, 是否要顏色呢? 這個, 勞方委員會, 就有, 工聯會的人在裏, 他死都押住, 其實, 決定這架構有幾個, 勞僱會, 會是一定的作用, 接著四方委員會, 接著特首, 接著立法會, 我們說回這四個層次, 其實勞僱會, 也是工聯會有份的, 是, 四方委員會有份的, 這個, 立法會也工聯會有份的, 加上這個民建聯, 那他們怎樣對香港工人, 由二十八元加到三十元那麽大包, 即是每日加, 如果你做八個聰, 每日加十六元給你, 都不夠吃半碟飯的, 但很多人認識民建聯, 就是因為, 有民建聯興趣班,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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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很多民建聯支持者, 或者工聯會支持者, 都未必會覺得, 他們是補償和公權益, 所以可能我們真的會想多了, 在二十八元, 當然, 實際上, 由二十八元到三十元, 你計算過往幾年的通貨膨脹, 究竟加那兩元, 是否足以幫到有需要的工人, 大家都心中有數, 但你會見到, 其實整個機制背後那種偽善性, 我只是象徵式加兩元, 不是代表沒有做事, 但是, 長之以往下去, 你那種, 你通脹升百分之五, 但你加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的話, 那很多時候, 就是說, 一些有用的機制, 可能是最低工資, 到頭來, 幫不到工人不得已, 其實更加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制度本身呢, 其實只不過就是, 用你一種手段, 或者轉你去執入, 但政府的根據就是, 根據他們的, 剩下的數據, 物價上升了7%, 這樣也敢說, 是否加上所有物價先, 我知道政府用物價指數, 其實已經不是用月類物價指數, 就是剔除了很多窮人用的東西, 但是, 為什麼仍然只有7%呢, 你現在內食碟飯, 很明顯的, 是不是, 就是, 以前30元一碟飯, 現在40元了, 以前25元的餐, 現在就33元的餐, 那你怎麼搞呢, 就是, 我去大理牛腦, 清湯腩, 以前吃飯, 就40元有找, 現在50元剛剛好, 那你怎麼搞呢, 那你, 以這個, 大理清湯腩, 一碟牛腩, 牛腩飯, 這樣算吧, 真是做兩個小時, 才, 吃完之後, 買一杯茶飲, 都一分鐘買不到, 就是這樣一回事, 所以我比較擔心一件事, 如果最低工資是保障工人, 但到頭來, 結果就是, 最低工資, 反而是剝術工人的話, 你可以見到政府, 推什麼政策, 民生政策, 房屋政策, 或者甚至福利政策, 等等, 什麼貧窮政策, 可能到頭來, 這些政策, 反而是成為魔術低下階層, 一個合情合法合理的工具, 那這件事, 大家會不會覺得都幾諷刺呢, 我覺得其實, 有最低工資的機制, 就好過沒有, 但問題就是, 如果奴方不能夠極力爭取一個更加好的機制, 就是比較遺憾, 第二就是, 其實你應該用鬥爭的手段, 多於用談判, 談判最後, 其實談判就是鬥爭的結果, 那個是, 其實我和你講, 長貓, 其實這個工聯會, 或者民建聯會, 是扮奴方的, 如果他真是, 代表奴方的利益, 他不像你這樣說, 就是用這個抗爭, 積極爭取, 積極爭取, 只不過是可奴方的, 他是扮奴方, 然後就是, 政府撲撲頭說, 哎呀,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現在香港最低工資, 是單一層次的, 就是說, 是針對著全港性, 任何一個行業, 那個收入不能夠低於, 那個法定最低工資, 它不同其他的地方, 它是有不同的, 譬如有行業性的, 有企業性的, 有地區性的, 所以其實現在, 香港最低工資, 其實就是說, 對於那些, 沒什麽異價能力的勞工, 提供保障而已, 是不是, 所以, 那個問題就是, 很簡單, 如果這個, 最沒有異價能力的, 出賣勞動力的人, 亦都最受這個通脹打擊, 因為你錢少的時候, 它加價加相同的價錢, 如果你是必需品的, 你一定要吃飯, 一定要給水電費的時候, 對於你的可支配的收入, 那個遞減是更加勁的, 譬如你218元一日, 如果加價是10元, 你就少了10%的可支配性收入, 對於有錢人又不是的, 我不知道是怎麽做研究的, 既然間最低工資是要來保障, 最沒有異價能力的勞工的時候, 那個物價指數不是針對, 他們針對什麽呢, 即是說地鐵加價, 對於一個月入3萬的, 在中環工作的人來講, 影響較少, 對於一個賺28元, 住在葵涌, 或天水圍, 走出來銅鑼灣, 或天候做清潔的人肯定是拿命, 我覺得物價指數是有問題, 只是它整個操作是有問題, 即是好像他剛才說, 有穿了工資, 最少有藥乾藥乾的企業會倒閉, 令人很恐怖。 當然你說那些企業倒閉, 是否真的因為最低工資, 大家都會覺得很有爭議性? 你可以說是, 因為你最後一斤的稻草, 有很多人令鑼骨斷, 但你已經摘了它很久了, 摘到它差不多斷了, 那些輸入性通脹, 那些苛捐集稅加上貴的租金, 已經令它掛得了, 是否? 所以我想下一節時間裏, 其實大家都會說, 政府現在所謂關顧民徵的施政背後, 為何我們的往15年, 而民生越來越困苦, 好像回不了頭, 陷入一個絕望的邊緣, 那一會兒我們繼續向左望, 一會兒見 第二次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剛才提到最低工資, 能夠幫助有需要, 甚至競爭力, 或者二教能力最低的勞工朋友, 我們剛才也會討論到, 其實對於一些完全沒有二教能力的勞工朋友, 因為在最低工資裏面, 第一, 政府最重要的考慮就是, 在最低工資的過程裏面, 其實相對有二教能力工人, 反而他可以因爲他自己的能力, 或者甚至那個就業環境, 他可以透過轉換工作, 或者提升自己的條件來改善生活, 但如果對於一些完全沒有二教能力, 或者甚至很需要最低工資的朋友, 反而是因爲最低工資不能夠 設合實際的環境需要, 間接令他們受到一些漠削, 或者甚至其實最低工資某程度上, 反映不到現實之餘, 其實也是扭曲了這班沒有二教能力的朋友, 他們本身實際上, 其實那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有最低工資, 當然有最低工資就要談判, 其實沒有最低工資, 好像有些國家的傳統不同, 像英國一樣, 他們一直都沒有最低工資, 他們是用集體談判員談出來的, 現在的問題是, 集體談判員是行駛在哪裏呢? 就行駛在特首委任的四方委員會, 即是12個人, 官商、學、盧,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整個集體談判的議價機制, 就是9比3的, 即是多數學者都是沒有什麼封骨的, 政府很明顯就是, 唯有淺到服務, 你看回行政會議就明白了, 不用說那麼多東西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那個談判機制失效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用, 談判機制外面的力量, 是令到那個談判機制, 能夠令你充權的, 是嗎? 這個, 如果你搞勞工運動, 連這個都不會想, 就不用說, 但是工聯會和親共產黨的工會, 就說, 我們做了這麼多, 沒有了, 我們沒辦法再做了, 阿哥, 你說什麼啊? 是吧? 行政會議, 那些什麼人來啊? 行政會議, 那你啊, 是呀, 是呀, 鄭耀棠, 都是工聯會的, 工聯會啊, 是吧? 很簡單, 說回, 即是說, 最低工資的問題, 你針對最沒有意價能力的人, 是一個人道的問題, 即是說, 他做完事都養不到自己, 或者, 兩夫妻做完事都養不到第三個, 就很嚴重, 其實應該是份半, 即是他那個工資應該夠養一個半人, 你現在實際上, 28元其實比縱門好少少, 所以現在你再在通脹之下, 你還不追加給他的時候, 即是說, 最低工資的保護效力, 即是蕩然無損, 第二個就是說, 由於最低工資, 令到最沒有意價能力的勞工, 能夠有一個最起碼保障的時候, 因此而水漲船高, 令到其他工種的工資向上推, 其實這個也是, 就是拿最低工資其中一個, 派新出來的意義, 即是說, 既然我們保底的時候, 就令到在底部以上的人, 能夠因為這樣的推動, 奪得工資的改善, 但這就是脂肪覺得最不開心的, 其實很多脂肪都是這樣說, 你加了28元就不要緊, 但如果洗碗那裡加了28元的時候, 在外面全賽, 或者是部長, 可以怎樣搞呢, 我的說法就是, 其實這班人都是下賣的, 很簡單, 如果我也聽過一個訪問, 就是部長在十幾年前, 是賺2萬多, 現在是賺1萬多, 那你是不是時光隧道呢, 十幾年前賺1萬多, 現在賺2萬多, 現在賺1萬多, 你想想物價指數, 十幾年前和現在怎麼比呢, 其實你剛才聽過一個類似版本就是, 如果大家都是28元最低工資, 我為何不做康奸呢, 回夜間可以乘機偷懶睡覺, 我為何要做全賽那麼辛苦, 又要抬又要擔, 又要怕被滾水錄呢, 我想某程度上都類似長毛所說的說法就是, 你最低工資, 如果是所有行業都是同一個身水, 因為不同的工資本身有可能是 體力勞動的付出不同程度, 所以你最低工資, 是一個立體的機制的時候, 就是透過集體談判, 去拿行業或者企業, 或者地區, 當然香港這麼小, 都市化, 就無所謂地無分南北, 你這個分分鐘, 天水位的東西比這裡貴, 你這個就不用怎麼做了, 但是這個企業和行業, 如果你真的做也可以, 但是那個問題, 香港工會似乎不想這樣做, 他就將整個問題混亂了, 到底這個問題就是, 香港的工資如果按住通脹, 或者國民總產值上升做一個權數, 而加回路方, 到底有沒有利呢, 當然有利, 因為這個保持我們內部消費力, 都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你不加的時候, 很簡單, 你除了公樓, 或者給租必定要付出的, 或者那些衣食住行裏面, 那些一定要付出的時候, 你可支配性收入小的時候, 整個市場, 內銷的市場當然不會旺盛, 當然沒有人買東西, 對, 就很簡單, 如果這個問題出現後, 它一定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行業慢慢萎縮, 另一個問題, 剛才也伸延到就是, 你最低工資背後, 其實都希望反映到, 不同勞工階層的實際需要, 我們都明白了一件事, 譬如剛才藏鋒用到就是, 天水圍, 因為它當地可能因為, 你會壟斷所有的購物, 即是消費的地方, 相對, 可能那邊居民已經收入不高, 但是他們花錢去消費, 必需品呢, 其實是, 錢是這麼多的, 所以如果仍然都是給28元, 而相對可能是一些, 九龍東、九龍西的舊區, 相對沒有這個, 這樣的在地問題, 可能它相對負擔物那麼少, 又是收28元就說, 那對於天水圍的朋友, 其實是公不公平呢? 所以其實, 公時上限和最低公司, 就是一個圖配的問題, 假設你現在將, 我假設你加了30元, 到30元,即加20元, 每一個工人做8個小時240元, 240元日日鋪鋪清, 乘26元, 7800元一定不夠, 那怎麼搞呢? 怎樣養妻活兒呢? 這才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這樣的時候, 香港的基層勞工改善生活的機會等於沒有, 因為你長期來說, 你是追不上物價指數的升幅, 是不是? 還有剛才徐某說過, 物價的升幅背後, 某一些物價的升幅是特別厲害的, 譬如, 如果你在家裡又剛出生的小朋友, 你會發現到, 為什麼尿片貴了那麼多, 那些奶粉又貴了那麼多, 那很明顯就是, 已經不單止一些, 普通人日常的消費, 甚至可能某一些, 譬如小朋友, BB日常的消費, 都因為一些, 愛力不能控制因素, 譬如大家知道, 可能就是國內的朋友來香港消費, 搶貴了奶粉, 搶貴了尿片, 令到原本, 其實價錢不便宜的奶粉尿片, 那價錢更加會貴, 所以, 有時候我覺得很好笑, 我們今天講了幾個, 跟民生有關的問題, 都未講梁振英那個, 叫做生果金, 雙倍, 接著有些審查的問題, 你想想立法會有幾混帳, 立法會這幾天的新聞就是, 誰坐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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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小學雞, 第一件事, 真是道德倫喪的表徵, 很簡單, 立法會秘書處問我, 你有甚麼意見, 很簡單, 你不就像外國那樣, 有前座有後座, 你又不是, 是不是, 你又要, 叫人家自己拉幫結派, 誰幫派大些, 就誰先選,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即是否像學校, 你成績厲害那些, 就先選坐哪裏, 你成績測的那些, 最後剩下的位置, 你自己設自己設個位坐, 我不知道是否一個, 那麼匪夷, 其實法會現在已經有很多, 是不可思議的, 陳規留習, 譬如舉個例子, 我示威那時, 又說要整個波上去, 又要收我一萬元, 那一萬元到底是怎樣收的,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一開始跟我說, 就是說, 同事要做事, 那為什麼叫同事要做事呢, 他現在說就是, 要請一些特別的人回來, 所以, 立法會就, 要那些同事特別, 這樣實施他們, 即是說, 要陪著他們, 看著他們, 指點他們怎樣做, 安排, 如果這些都要計到我那裏, 因為事威引起的時候, 這樣就是很難計, 以後立法會, 譬如現在你, 你去提醒, 那些懶議員開會, 即是, 即是, 這個第一, 第二, 這個立法會, 這麼多的, 即是為了那些尊貴的議員, 即是尊貴而服務的東西, 是否應該廢除呢, 我覺得應該廢除, 譬如現在我們, 立法會星期五, 有一個節目就是什麼呢, 就是, 你可以出錢, 買一圍桌請人吃飯, 是嗎, 那OK, 立法會是請人吃飯的地方, 這個立法會, 即是立法會, 即是立法會, 蓋過這麼多錢, 整個餐廳, 樓底又高, 那原起是什麼呢, 即是為何有什麼傳播呢, 我真的不知道, 真是, 現在, 如果這樣算, 我們示威引起了的牙齁開始, 就要算, 他們因為宴客, 而引起的牙齁開始, 怎麼算呢, 是否可能說, 所以我覺得, 立法會現在的問題, 以來淪為一小撮人的俱樂部, 雖然是俱樂部, 雖然是俱樂部, 但始終作為重要政策, 即是審議的一個重要場所, 某程度上, 都是整個大環境裏面, 其他一個戰場的, 剛剛你剛才說到, 其實最低工資, 另一件事就是, 集體談判權, 剛剛想起, 我不知道今天, 夠不夠時間講, 我記得這個建制派, 特別是這個工聯會, 經常都在論壇都說, 其實我是支持這個集體談判權, 我是支持這個三級制的, 集體談判權, 但聽來聽, 是三級制的集體談判權, 即是甚麼呢, 當然他贏了選舉, 當自己沒有講過這些話, 繼續都是衰下去, 但是, 很多朋友都覺得, 喂, 你本身其實, 在1997年, 立法會成立的時候, 已經廢除了這個集體談判權, 然後, 你現在為了選舉需要, 又在那裏消費這個, 不是, 這個是工聯會偷緣概念的地方, 當你問他, 同不同意一些, 開創性的制度的時候, 他說我不是不同意, 不過我和你的意見不同, 所以我不同意, 但是你講到具體一看, 他對公司的標準, 例如28元, 33元的時候, 他就會調回港, 如果28元都沒有, 很嚴重的, 所以他們, 就是甚麼呢, 一見到一盆紅豆湯, 正經講的, 不肖子, 唯一被紅豆湯出賣蔣子權, 就是這樣, 看到紅豆湯, 他就退了, 但是一些原則性的, 即是說, 他會影響深遠開創性的制度的時候, 他一定不會給你的, 很簡單, 好像習慣談判員那樣的狗, 即是他, 講來講去就是, 其實我不是不贊成, 不過是三級制, 我們認為要商議, 七個人就可以呈留一間職工會, 到底要和幾個職工會談呢, 即是, 他們會講到很多, 此是而非的論調出來反對, 譬如, 講回強積金也是, 當日工聯會的建議都好過現在的強積金, 只不過是陳蔡宜一句說話, 如果這個社會福利開支太大, 你會奢侈人望, 陳蔡宜最近有一個講, 英國人哪會為你好, 你當日做甚麼, 你是我們的人, 怎會反對英國人臨美派堂, 因為英國人的制度, 肥豹的制度, 類似今日那個民間的提議, 隨之隨修, 隨修隨之, 很簡單, 這個工聯會不是死死起, 因為中共, 即是中央他們講的, 講了話, 不可以做, 即是不可以做這件事, 現在這個工聯會也是這樣, 你說我們反對梁振英那個, 資產審查, 他不會反對, 即是他未必反對, 他就說我先拿去, 如果這樣講, 如果你說要有一個全民體保障制度, 他又說, 因為我不同意你, 我不可以支持你, 這就是他們的詭辯, 詭辯法來的, 其實想想想, 如果你看真點, 他的詭辯, 其實基本上就是, 至於上面開綠燈, 我就yes, 上面不開綠燈, 我就不出聲, 你問我, 我們先回去想清楚, 所以我想他詭辯他後,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朋友沒有記性, 不懂回想以前他做過甚麼,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這樣理論很簡單, 梁振英會不會拿五絲十四高回來都不知道, 他當日文獻聯和工聯會那些, 拆鞋佬, 拆鞋狗, 他一之前兩次, 好像說, 如果沒有就會綠沉, 你現在, 到底沉了沒有呢, 很簡單, 而我最後想說, 林鄭月娥經常誇誇其他, 她以前參加學生民黨, 正實是, 因為我有朋友帶著他去參加訪頻民府, 例如牛池灣, 馬仔坑那些, 他經常這樣說, 有甚麼意思呢, 為何以前你曾經向線, 現在是越走越邪惡, 即一個華人突然說, 我以前是好人來的, 以前你入得聽堂, 為何你現在跌入屎坑, 即是很難搞的, 雖然兩個都是一個廁所, 即是會不會, 即是我過去人下流質要無人質呢, 即是, 我又覺得,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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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說, 你當我去到牛池灣的時候, 你覺得那些小販這麼辛苦, 居民這麼辛苦, 你會同情他, 為何你今天會贊成, 一些只是有錢人才會發達的東西呢, 你怎樣去支持這個領會呢, 你怎樣支持現在, 這個特區政府很多, 肥上瘦下, 這個劫貧制庫的政策呢, 即是你, 即是你, 即是我都是不明白, 他真是解解話, 如果我是林鄭月娥, 我就會說, 喂, 政府其實十五年, 做了很多事情, 不過你知道的, 我是拖仁衣政策時候, 要考慮不同的事情, 那林鄭月娥有說, 他就說, 他曾經道日如年, 現在就不是了, 即是他講過, 即是他, 其實他, 即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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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就是, 其實真的很簡單, 我不知道, 回到立法會裏面, 法民主法會做甚麼, 會不會, 問一問, 梁振英簽見, 和陳柏方劏房的問題, 我覺得, 如果這兩人都不說, 就大件事了, 所以我想, 我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節目, 是不是會停一次? 是的, 因為我要去旅遊, 所以就停一次, 是的, 祝長毛旅遊愉快, 因為你知, 接著10月, 幾日開始第一次火營? 是辛亥革命紀念日, 是的, 也遙傳是, 中共十八大開幕的日子, 現在, 中共十八大這場戲, 是不日上映的, 不能夠說明天上映, 是好像我們小時候看電影, 不日上映, 即是不知幾時, 是的, 即是Coming soon, 但是When, No one knows, 是的, 是的, 我們今日節目到此, 祝大家, 假期愉快, 玩得開心些, 好, 享受中秋節, 是的, 拜拜, 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